喂 喂 喂 打夜市啊 行啊 你没钱 那我也没钱 我也让你请我呢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你别管了 我回家去找钱去你在玩吧 等着我就行了 挂了 爸 我给我拿点钱 怎么又要钱啊 什么怎么又要钱啊 我没钱了赶紧给我拿钱 小军也不是我说你 平时你不回来 你只要是回来就是要钱的 行啊爸赶紧给我拿钱 小军 你给你爸说话能不能客气的 这你爸在外边挣钱也不容易 你看看那腰疼的 连走路都走不了 这腰疼 腰疼呗 赶紧我拿点钱行不行啊 我出去还有事呢 你一个学生 这花钱大手大脚的 你知道你爸挣个钱他有多难吗 妈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这我爸挣钱不容易怪我呀 是他自己没本事 你看我从家的爸 不是开公司的 就是做生意的 你看看他 有钱没有 赶紧不拿钱 小军 就这些钱 我准备买药呢 就一百块钱 就说一百块钱 还是你爸准备买药的钱呢 一百块钱干什么呢 爸 你那药啊 也是造毛病了 这药也别买了 这一百块钱给我算了 你省着这花 别给人家学 知道了 一天来呢 那么多事 都怪你 这上学的 一点好处没学 就学会花钱了 行了行了 什么事都怪我 你说说 他把钱拿走了 你都想怎么办呀 不怪你怪谁啊 每次我说打他 你都不让 你都护着 还怎么办 怎么办 死了拉倒 不治了 你看看你 就嘴硬 就有能耐和我刷笛笛 行了 我帮你看看吧 那 给我看看 爸 妈 今天啊 你在家 让你们天天说 我不好好学 不好好学 我这一次就不好好学 我去打工 这钱都藏哪去了 总不能家里面一分钱都没有吧 什么东西 这也没多少钱啊 哎 足够了 让你们说我 这个家伙不回了 看你怎么说我 这大城市啊 好是好 可是 这工作也太难找了吧 这我一枚学历 二枚技术的 这这该怎么办呀 是 这有没有好英人啊 给我一点钱吧 我这几天都没有吃饭了 爸 妈 我想你们了 我想回家 不行 我不能回去 我一定要 干出个样子们 让他们好看 我现在回家的话 他们呀 肯定会笑话我的 这都干两个月了 这老板 你不说发工资的事 这样一直下去 也不行呀 不行 干完今天的活 我要找老板问问去 这老板办公的地方怎么还锁点门呀 喂老板 怎么了 谁呀 我啊 小李 什么事呀 老板 你看 这我都在咱们工地上 干两个多月了 这怎么还不发工资啊 你还找我要工资呢 这上面没发给我钱 我怎么给你们发工资呀 我还想要工资呢 这老板 这你不发工资 这平常吃住什么的 这没有钱也不行 这买个衣服都买不了 哎呀行了行了 你就别给我诉苦了 我这一肚子委屈 不知道找谁去呢 你啊 先干着 这钱的事啊 过完年以后再说吧 过完年 是啊 我这忙着呢 过了 老板 过完年 这 这 这是哪一栋楼啊 这 这 这怎么关这门 很像门槛啊 进门 喂 啊 你好你好 你的外卖 已经到楼下了 你能不能下来拿一下啊 什么 你要取下订单 我已经送到了 再说了 我只超少两分钟而已啊 不 不不不不 哎 你别投诉我 你要投诉我的话 我这一天就白干了 喂 喂 这 这怎么 干什么都那么难呀 不行 我不能放弃 我一定要 都混出个人样来 董事长 你找我 是啊 我找你啊 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 这我明天啊 要回趟老家 估计啊 改一段时间 这公司我不在的时候 你帮我打理一下 董事长 你放心吧 就算你不在 我也会打理好公司的 行 下去吧 那行 这专业啊 十年过去了 现在 我也稍微成就了 又拿自己的公司 也有房 有车子了 也是说 回去看一下我爸妈了 也不知道这些年 他们过得怎么样 这家里怎么还锁着门呢 这难道出去了 这他们能去哪儿啊 石头 小俊 是我 是我 你回来了 是啊 你说说你 这一出去都多少年了 有十年了吧 是啊 差不多 有十年了 不是我说你 当年呀 你离家出走 也没有考虑过你父母的感受 你不知道 这些年 他们二老是怎么过来的 这成天呀 念叨你 这当年 不是年龄小吗 这一气之下 就离家出走了 唉 对了 石头 这刚才我回家 这我家里面锁着门呢 这我爸我妈去哪儿了 唉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这你父亲啊 生病住院了 什么 住院了 是啊 病得挺严重的 就在咱们县 人民医院呢 行 我知道了 石头 谢谢你啊 赶紧去看看吧 好 唉 不管怎么说 回来了 那他们老两口 以后的日子 应该也能好过一点了 老大 你这感觉怎么样呀 梅灵 恐怕我过不了这一关了 说什么 傻话呢 这医生都说了 你的身体慢慢就恢复了 梅灵 你别安慰我了 我的身体 我知道 我现在 唯一想的就是咱儿子 我还能不能 加上儿子 一遍呀 老张 别难过了 会加上的 你的身体 也会好的 你就别在哭了 好不好 听医生的话 咱们呀 好好养病 行了 别在哭了 妈 儿子 儿子 你回来了 是你吗 是我 你也知道回来呀 嗯 这么多天 你去哪了呀 你知不知道 我和你爸 没有一天 不担心你的 你爸 为了想你 现在都病倒了 你到现在再回来 行了 妈 对不起 妈 是儿子不孝 儿子 让你担心了 儿子 你干什么呢 快起来 起来 起来 行啊小队 让我起来吧 妈 这我爸 现在怎么样啊 你爸现在病情 非常严重 什么 这么严重呀 那医生 怎么说的呀 医生说让 董叔叔 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钱 董叔叔 妈 这个钱啊 你别担心 儿子呀 现在有钱 等一下 我就过去交钱 给我爸 董叔叔 儿子 好几十万呢 不是个小弱母呀 儿子 不用了 不爱花钱了 留着钱 你娶媳妇 爸 儿子呀 现在有钱 儿子 出去这十年呀 开的 有公司 儿子呀 现在有出息了 无论你看病 花多少钱 这儿子呀 都能拿得出来 好 我儿子 就出息了 好 爸 这以前啊 都是儿子不好 老师啊 惹你生气 动不动啊 就张嘴 给你要钱 爸 这都是儿子的错 不过你放心吧 儿子呀 现在有钱 以后我来给你养老 我以后啊 会好好孝顺 你和我妈的 妈 你在这里啊 陪着我爸 我去 给我爸交钱 安排手术 好 老张 这家好了 你的病有救了 咱儿子回来了 好 好